甲铃硬拉120什么水平呢 相当于一个70公斤的男生拉187 80公斤要拉205 90公斤拉218 那这个数据是用力量举的倒死系数换算的 不是我瞎编的 就算甲铃55公斤这个体重有水分 那打个9折吧 也是非常的牛逼的 有人说甲铃减肥是为了钱 可是他胖的时候挣的也不少 所以我不相信他只为了钱 电影里的甲铃是个讨好型人格 又胖又过闹 现实里的甲铃呢 也是经常拿自己的体型来活跃气氛 我猜他是受过了这种感觉 我更相信他是借着拍电影的油头推自己一把 我以前也做过小导演拍过片子 非常知道电影导演这活是非常的不容易 肉体和心灵都非常的劳累 不减肥的我都扛不住 而甲铃在热量不足的时候 又练了体能又长了力量 还另外学会了拳击 电影拍的也是一步比一步好 我是真的非常佩服 我觉得他是个学习能力很强做事 踏实到位的人 所以我也不认为他离了教练团队就会胖回去 有人说甲铃这个电影拍的太激汤了 但是呢 我的确从他的电影里获得了力量 甚至我自己都有了打比赛的想法 我也想像他一样推自己一把 所以甲铃减肥我怎么看 我是买了票去电影院看 还帮他免费宣传 这个钱应该他挣的